今天的早知早知到呢 这个美食作家陶礼君 要带我们逛逛台北市天母的市东市场 因为陶礼君呢 他就住在市东市场附近 所以呢家里的生熟食 很多呢都是来自这里的摊贩 他的口袋名单里面呢 包含了全城四代经营60年的馒头店 肉松店还有面疙瘩老店 跟着他的脚步呢 我们一起来走一趟 哇 哇 你看这个鱼好新鲜 好大 谢谢哦 好 慢慢看 哇 今天这个拖鞋来好特别哦 嗨 老师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陶礼君 我觉得市东市场就是一个好买 好吃 好逛的五星级传统市场 在这里很容易点燃你购物的欲望 它的经营的模式 能够体胜出它的精品的这个特色出来 在这里消费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我喜欢在这个市场里头 因为它让我疗愈了我生活中 可能有一点点的不开心 或者一点点的不满意 我最喜欢的就是双背起司 铺在我的舌尖上啊 就淡淡的那个起司的香 加上那个面粉的香气 混合在一起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满足 这是我为什么很喜欢 在这里买馒头的原因 因为它其实是老面发酵 不添加任何什么防腐剂啊 然后你想象到 那个化学药都没有 桂圆黑糖其实还比 起司馒头要早一点 登入我们家的餐桌上 它的那个桂圆的 那个肉非常的厚实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吃到 桂圆肉的口感 这是我来市东市场 也一定要买的 它的肉是用那种白慢鹅 然后非常成熟的一种 鹅肉的肉质 所以它的肉吃起来 就是没有腥味 然后而且呢 不会有咬不烂的情况 然后它会淋上他们 自己的鹅肉汁 你现在看起来入味 你吃起来的味道 也是这么足 就是那个鹅肉的香气 非常浓郁 牛棒汁这么小的 这个就是虽然是配角 也是一样 如果你没有先来 或者先点或者先预定 其实你晚一点点来 11点多不用到12点 这什么都没有了 也买不到了 现在都是半斤的 这样讲不到 我最常买的一家肉松店 很人气 很知名喔 你好 芝麻海苔肉松 它其实是用 新鲜的后腿肉去做的 因为它没有放豆粉 也不放那种就是添加物 所以你觉得它的口感 跟它吃出来的那个肉的味道 其实很纯粹的 它那个脆片非常的薄 然后它脆度很足 它不是那种很呛的杏仁香 就是说你就会觉得那很假 可是因为这个 它的杏仁味非常的淡 所以你吃起来就会很顺口 我要吃南瓜海鲜面疙瘩 然后我那个面疙瘩 要Q弹一点的 面疙瘩其实是我记忆中的源头啦 所以我觉得我对它的感情 其实是跟别人很不一样的 我上桌 然后看那碗面疙瘩 其实我内心还满激动 就有点想哭啦 吃到记忆中跟爸爸的那碗 就是他带着我 我那么小 然后他点了一碗面疙瘩给我吃 然后我现在吃到神似的味道 你不一定会喜欢这家的面疙瘩 但是你也可以去找一个 你记忆中 就充满你跟你家人的味道 这黄金泡菜就是酸酸甜甜的 我觉得十足开胃 它特选的一种山东的那个大白菜 虽然它做出来的口感是绝对不一样 你看我 我是不是该改名叫陶爱买呢 我买了这么多 同家馒头 东义的肉松 还有鹅肉 还有黄金泡菜 你看我都拿不动了 我来逛市东市场 需要有小帮手 下个礼拜 我们要不要一起约在市东市场见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